嗨 大家好 我是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叫做 神秘的情书 好 Top警局今天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 是谁寄来的呢 快拆开来看看 也许是礼物 靠基业一定是民众为了感谢我们的辛劳而寄来的吧 上面还有一封信 还要给靠警局最聪明的人 哈哈 那不就是我呢 不可能啦 因为他很笨 这样就是笨 因为他每次都是在那里胡扯 然后都没有做事 然后都是在那里讲大话 哇 好像是封情书欸 什么 情书 他正在修理这个说不可能的人 好 亲爱的H 这是我一个人 烤的大土鸡 旁边附有美味的炸薯条 想弹琴 想请你去医院 看电影 播出去玩 快来 天快黑了 你说好吗 按你的W跟H H是 应该是梓浩博士 然后 W应该是 不知道欸 W是 Y吗 还是 还是什么的 我不知道 哭哭 很感动 这是警长第一次约会 警长这里很难看 可是他上面写H欸 应该是指号不是 什么 H是指我啊 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Handsome呢 哪有这个英文名字 Handsome 应该是代表 英俊吧 对 他 Handsome是指英俊 警长我也觉得这封信有点古怪 我们去看一下吧 可恶 这样 会 干扰我的约会 嗯 这封信的字子很怪 每个字好像故意拼就在一起的哦 这个里面有密码 快把烤鸡丢出去 里面有炸弹 什么 为什么呢 好 这个还蛮难的 好 好险 后博士及时赶到 这封信是坏博士的信 不过博士你是怎么看出密码的吗 呵呵 这封信不能一个字一个字看哦 而是要跳着看 我们再来看这封信 这封信对不对 你们可以跳着看发现密码吗 我们 我给你五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好时间到 这 个 烤鸡 有 炸 蛋 他后面的句子就没了 所以 很神奇对不对 那 这就是他 里面的秘密 所以 浩博士说这个是炸弹 那 那我们继续看故事咯 原来只要跳着固定的制度 就可以找出正确的讯息 没错 这是利用间隔固定数字来设定的密码 这个非常的普及哦 普遍 除了这个固定的字数 为了增加困难度 还可以加入 则字数 一 序 加一 或是 乘以二 这样就更看不出来了呢 还好有浩博士 不然 后国也 不会这么设想 没错 谁想得到烤鸡 竟然变成炸鸡 警长 你说对不对 警长 人 在哪里呢 呃 从刚才就没有看到警长 他该不会 去约会了吧 警长等了四个小时 哦 我的 嗯 我的 那个 情人怎么还没有现身 那他好笨哦 警长啊 好 那 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突破一个喜欢 那我再读 第五集 咦 哒哒 第五集 好,這是第四集喔 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按個讚 那如果你想要持續追蹤我的頻道的話 別忘了按個訂閱 好,分享跟留言 那我們就到下一點見 掰掰